故事上迎來歷史性的一刻 因為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今天發威 早盤就是跳空開高 開盤上漲了26元 來到了千元大關 而且早盤最高是來到了105元 不過盤中賣壓逐漸出籠 因此沒有到非常顯著的漲勢 但是台積電發威之下 也讓其他像是鴻海 就上漲了超過5% 大力光的漲勢也有超過7% 拉抬了其他像是大盤指數 還有其他電子權值股的表現 那台積電這次為什麼會長那麼多呢 主要的原因除了跟美國聯準會主席 鮑爾釋出的這個鴻派政策 鴻派的一些言論呢 提振市場的信心之外 也跟台積電的主要大客戶 蘋果將採用這個台積電2奈米製程 與SOIC來生產性能更高 更強大的蘋果晶片 也被業界揣測說可能是M5 將會運用在這個AI的伺服器當中 那最新也有一個調查指出呢 台積電2023年這個稅後存益和獲利 都纏連5000大企業龍頭的寶座 他們去年呢 大賺新台幣8385億元 那台積電接下來呢 在7月18號的時候 也將召開法說會 那市場還有業界就非常關注 他們Q3Q4這個接單狀況 以及未來呢 釋出的一些產業訊息 也將牽動台股後續的大盤走勢 我們要來做一些 其實就是這個時間 就是這個時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